嗨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炸油条 从商业版缩小到家庭版 我们商业的配方 缩小到500克面粉 500克面粉的配方 因为上次我们也分享过 大家都说配方比例比较多 不适合家庭版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一斤面的 也就是500克的 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 我选用的是伍德利六心面 让大家看一下 好 下面来撑下面粉 先按个去皮 好 这是500克的面粉 先放在一边 这个是双酵无铝泡打粉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我用的食材 这个是小苏打 30度的温水250克 然后打一个鸡蛋 给它搅散备用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00克面粉的配方和食材 是哪些 首先倒下去的是1克酵母 泡打粉4克 小苏打4克 白糖8克 盐8克 把所有粉状的配料 全部倒在盆子里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用鸡蛋液和面 把鸡蛋液全部都加进去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时 开始下手揉面 搅油条面需要一揉三菜 这是第一次揉面 揉面没有什么讲究 随便给它揉一揉 揉成团就行 上面抹点油 盖上保鲜膜 醒发10至20分钟 然后再来进行 踹面的手法 10分钟过后 我们现在来开始踹面 踹面就是两手捏拳 往下压 往下压 把它全部都压一遍 压一遍以后 然后对折 然后再把它压一遍 再对折 每次对折以后 两手捏拳 把它全部都压一遍 总共对折个三四次就可以了 时间需要一分之两分钟左右 踹面时间短 不是因为没踹好 而是活的量小 活油条面也不是说 踹的时间越久 就越好吃 一觉得有力度了 就不要踹踹了 就让它洗面10分钟再踹 不然的话把它裱成踹破了 炸制的时候容易灌油 那样吃的太油力就不好吃了 面压好以后抹点油 盖上保鲜膜 饧花10至20分钟以内 进行下一次踹面 下一次踹完以后 还是这种方法 盖上保鲜膜 进行第三次踹面 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拍摄了一次 经过一揉三饧三菜以后 把它整理成长条 上面抹点油 用保鲜膜包住 饧面三至四个小时 夏季饧面两个多小时就可以炸了 其他季节最少三四个小时 我在家里面做油条给家人吃的时候 一般喜欢头天晚上和面 放在冰箱冷藏一晚 第二天早上做是挺好的 现在油条面已经饧好了 把它端出来 案子上撒点干粉黄粘 饧油条面也不需要 里面饧得有红膜状 一般饧三四个小时就可以了 用手慢慢地把它撑长 撑长以后一分为二 然后用保鲜膜包住 把这一半给它撑长 用擀面杖给它擀均匀 把面片全部都擀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我们来烧油 这样做好准备以后 才能不慌不忙 油倒上以后 现在开火开始烧油 趁到油还没有烧热 现在先把油条剂子切一下 油条剂子就是两手指这么宽 把它都切均匀以后 上面用筷子 每个上面抹一点点水 两个为一组 500克面 总共做了13个 全部都做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现在开始炸 用筷子压中间压一下 然后撑长 再转上两圈 不要满手的都捏上两头 那样的话两头就不会起了 用接煮点 使劲捏一下 以免开调 油在六七成热时下锅炸 油条胖不胖 抛不抛 就在于油条下锅的一瞬间 在它刚刚糊起时 用筷子不停的让它在锅里欢滚 滚着滚着就长胖了 看看我们的油条颜色多么诱人啊 这个颜色也就是来自和面的时候 晃白糖的功劳 白糖也不能加的太多哦 加多一下锅就糊了 一斤面加多少白糖也不是固定的 那要看你用什么油炸 你假如要用菜籽油炸 就不用晃白糖了 因为菜籽油本身上色的很厉害 烫到没有 再让你看一下哈 用手哈 这样拖着 拖着往前振振 振的差不多了 他们手给转圈 这个地方吃劲的 给它捏一下 还以免开调 今天的教程是专门对新手来的 好了油条全部都炸完了 总共炸13个 我们家人等不及了 已经吃几个了 还有9个 摆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油条 炫不炫胖不胖 今天我把煮上吃换的绝活都交给你们了 看完了不要忘记关注我哦 我们家的油条最大的特点就是柔软有嚼劲 凉了也不会硬 我再剪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个个都是空心的哦 好了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